對於很多車主來說 大家都覺得拖車費是海鮮價 在市場上沒有定價 視乎跨不跨區 例如很簡單, 在香港拖回新界 要經過隧道 其實在拖車費裡, 隧道費佔得最貴 拖車是視乎車 究竟需不需要下輪子 不下輪子, 一般來說, 頭驅會比較經濟 要下輪子的, 會加輔助輪子的費用 隧道也是這樣計算 你下輪子就下輪子 加輔助輪子就按照續計算 所以拖車費就會變得貴了很多 我想問時段是否記得 我明晨五點壞車, 我要拔你起床 其實一般拖車公司 但現在在市面上也沒什麼分 我覺得她要求持續計算 只是用其他三公斤割建設施 班員就本身幼稚ator 有一些 local hair 那從甚麼最重要是 你下輪igan好多的 因為我們要 Walker 我亦看了多可以取決 對, 那人能高配 ク subscription 因為先生, 就是 donne 那種計算我 preoccup確認 你坐船價也不斷 如果坐船價要做 我看管閒一點就算是不是 其實一般拖車師傅在接召叫時 都會問你那是甚麼模特兒 其實一般他做的時候都會知道 客人要說的可能不是在馬路上 或者他有一些另類的東西 例如在車場, 或者在… 斜路 掉下泥騰之類的 那就要另外說, 因為用的工具就不行 所以這樣做是否在車的時候 Classic 隔壁店, 開放在這邊 開放的店舖時 店舖的時候, 師傅會有兩邊的手指釘 一左一右, 固定頭鞋的位置, 不能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就升起它 接着我们就会绑带 一般来说我们师傅到场就会开一个叫做PDO 把这个制动系统的波箱带动机器用 我们这里有五个按键 五个按键里面分布就是刚才一说的 落铲 射出大泵 大泵即是把车抵起 去到下车先拿这个队位 然后伸出伸入把车抵前抵后 这个是高低 这两个就是Wire去救援 我需要把车抵出来在山上 或者在沖上抵出来的时间 我就放Wire 这个就是射出了 即是说如果车不是跌下山的话 其实只是用这三个 基本上平时都是 如果停呢 停中间就已经off 向前就收 放 中间就off 不过就不用踩几厘纸 没有 就是在一个定位里面 将车原地升起它 移走的车就停了 当然了 你说有个开车 我们就很简单拖起它 如果真的有一个货柜车这么大 我们怎么拖得动它 拖不拖得动呢 对 其实一般如果去到重型车辆 就要用重型的拖车来做 因应它的吨数来配合它 技巧也是一样 技巧是一样 驾山也差不多 只不过是承受的重量 是大一点吗 没错 而且它们大车行封 它们要给它封 所以一定要用大车 才能过度封给它封力 最容易买到那边 我觉得价格也不一样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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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